世界杯南美预选赛第三轮的一场小组赛展开争夺 哥伦比亚在主场迎战乌拉圭 哥伦比亚在前两场小组中取得一胜一平的不败战绩 先是击败委内瑞拉 随后逼平智利 乌拉圭前两场小组赛则是一胜一负 击败智利输给厄瓜多尔 双方的世界排名非常接近 哥伦比亚世界排名第16 而乌拉圭的世界排名第17 双方的近几次交手也是各有胜负 在这种实力相近的比赛 细节往往会决定成败 此次拥有主场优势的哥伦比亚 在两度领先的情况下 只拿到一场平局 本场比赛哥伦比亚排出4-2-3-1阵型 哈梅斯比罗德里格斯顶在最前面 博雷、阿里亚斯和路易斯比迪亚斯 连妹出击 乌里维和维尔玛尔比巴里奥斯 组成双后腰 阿里亚斯、奎斯塔、达文森比桑切斯 和法夫拉组成四后卫 卡米洛比巴尔加斯担任首发门将 乌拉圭也是4-2-3-1阵型 努涅斯、布里安比罗德里格斯 德拉克鲁斯和佩里斯特里 连妹出击 这是一场比较开放的比赛 双方各有攻势 但哥伦比亚率先进球 这罗德一角凌空射门攻破了乌拉圭的大门 这也是上半场唯一的进球 哥伦比亚上半场控球率52% 五次射门、两次射政、进了一球 而乌拉圭上半场八次射门都没有进球 下半场替补上场的马迪亚斯比奥利维拉 投球破门 为乌拉圭颁平比分 但很快 乌里维就让哥伦比亚再次领先 而迪亚斯有杀死比赛的机会 但他的单刀机会竟然踢飞了 之后 哥伦比亚的射门接连被门框挡出 屡事良机的哥伦比亚 在最后时刻遭到惩罚 巴尔加斯犯规两黄变异红被罚下 努涅斯点射破门 完成绝评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2比2 双方握手言和 哥伦比亚预选赛三场不败 在赛后 Sofascore的评分中 32岁的J罗得到全场最高的9.1分 他独造两球 包括一进球一助攻 同时 他还送出了五次关键传球 还有一次射门击中门框 这样的数据太完美了 很可惜 队友不给力 J罗没能为球队带来一场胜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